大家好,我们是台南市东施复兴国小 我们的作品名称是《尽速撤离铁定油》 2019年Google全球科展得奖作品 利用油、磁粉、磁铁清除水中的塑胶为例 我们想要探讨这个方法的原理 首先探讨塑胶与油料的吸附情形与影响因素 再探讨油料与吸油剂的吸附情形 研究方法,将塑胶剪成原片计算在油中的凝聚率 二、吸油剂吸油效果的量化 加入吸油剂前后的油层高度变化率 三、取出铁磁性吸油剂的方法 外吸法、内吸法 研究一、不同分类塑胶在油中的吸附情形 结果一号和三号塑胶的效果最佳、四号最差 研究二、探讨影响油与塑胶吸附效果的因素 一、不同的塑胶有不同的轻合性 二、油的高酸化程度会降低二号、四号、五号塑胶的轻合性 三、减轻水溶应该破坏塑胶的轻合性 研究三、探讨如何清除已经吸附塑胶的油 我们选了四种有机物 效果最好的是活性炭 其次是虾壳粉 但是不宜从水中取出 因此不采用 铁磁性吸油剂的吸油效果 包括金属和金属氧化物 金属有铁粉和钢棉 铁氧化物有钢棉燃烧法、触锈法和释受的粉剂 吸油效果是钢棉燃烧法 优于金属和释受粉剂再优于触锈法 再来三、探讨的铁氧化物的磁性 变化与吸油效果的关系 以拉开磁铁的拉力为磁力 磁力大的锈粉吸油效果没有因此较加 研究五、探讨如何清除残料油 发现植物性的食用油 加入油凝固剂可以凝固取出 研究六、制定清除水中塑胶的流程 加入油让塑胶内油充分吸附 接着采用三阶段吸油剂与磁铁处理 用三种孔系不同的吸油剂清除不同颗粒大小的塑胶 最后将残料油固化清除 精速撤离铁定油效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